接着来关心中国经济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在中南海会见访华的世界银行行长金庸 他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未来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也有专家认为实际上中国距离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实已经是越来越远 专家学者们怎么看带您来了解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现实人均年收入为5400美元 已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 但是纯粹依据中共当局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数据和国民收入数据 来做分析和判定中国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令专家质疑 美国南卡罗赖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 李克强当年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 就曾亲自告诉美国大使 他不相信中国GDP的数字 李克强说他自己通过发电贷款铁路运输的数字 来估计辽宁省的GDP数字 实际上他完全知道中国这个GDP数字是假的 如果中国整体这个国民经济最根本的数字都是假的 那这个国民收入数字呢也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不可靠的 所以依据这个来作为依据来判定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荒唐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 陈晓农也指出 目前中国确实掉进了陷阱 但并非中等收入陷阱 而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 可谓经济增长困境的陷阱 就是说中国现在按人均GDP来讲 也许勉强算是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 就是说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应该是 国民的消费和经济增长同步 但中国正好相反 消费在萎缩 而经济增长受益的不是国民而是政府 据了解1990年代 大陆国民消费平均占GDP的46% 但从2000年开始 这个比例迅速下滑 2010年降到约35% 陈晓农分析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但国民消费占整个GDP比重 却迅速萎缩 这在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现象 就是说如果这个统治集团的群体 能够无条件的占有整个经济成长的成果 那么无论经济怎么成长 好处都到不了老百姓说 所以实际上中国距离中本收入越来越远了 国民不能达到中本收入水平 这时候才谈得到社会中本收入现象 中国根本谈不上 陈晓农分析 如果这个态势不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越快 老百姓的收入 消费的比例下降的也越快 新唐人电视 梁星孙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